最近大陆互联网上一款名为入档申请书生成器的软件引发了外界的关注 软件介绍说这款生成器是入档专用软件可以自动生成近千种入档申请书范文 每次生成都不同所有入档申请书范文都可以随机生成 有网友说入档申请书自动生成器让我发觉入档更加虚伪了 还有网友说居然还有入档申请书自动生成器逆天了 赶紧去瞧瞧 据软件网页介绍入档申请书软件是专为想要申请入档 却又担心自己的语言组织能力不够好 不能达到入档目的的朋友所设计 这款软件可以自动生成近千种入档申请书范文 每次生成都不同杜绝千篇一律 只需要输入自己的信息 然后选择好风格类型就可以点击生成了 有网友评论说入档申请书自动生成 让我发觉入档更加虚伪了 网友张义林嘲讽 从教育开始的全民抄袭到自动生成 还真是进步神速啊 网友喜迎变天表示 连党官都在退出它唾弃它 谁还用这软件啊 而网友何某度人询问 有退党的软件吗 共产党这些东西他都知道已经行不通了 所以他都固定着某种格式性的东西 现在政府机关这些公务员每天要写什么终结了 写说写汇报了 那天天都在复制这些东西 它对经济文化政治全部都被垄断掉了 人要在这个里面生活的话 你必须要变成一个机器 中共入党誓词中要求党员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永不叛党 但是自2004年大纪元时报推出九评共产党社论之后 越来越多的中共党团队员声明退出中共组织 一名已经声名三退的大陆人士李女士表示 他们当时写入党申请时 除名字外内容格式都一样 北京艺人士李金城指出 共产党的信念已崩溃 早没有人相信共产主义了 全力运动负责人胡军指出 共产党的党史就是血淋淋的杀戮 不但杀自己的同胞 亲人之间也互相残杀 据报道 中共窃国60多年以来制造了许多整人害人杀人的血案 三反 五反 反右 三年大饥荒 文化大革命 八九年六四屠杀青年学生 九九年迫害法轮功 和平时期造成中国人非正常死亡八千万人 超过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 特别今年二月初 王立军逃亡美领馆后 中共活摘法轮功血缘器官贩卖牟利的黑幕 也陆续在国际上被曝光 中共暴行除震惊国际社会外 也让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放弃中共 加入退党大潮 目前已经有超过一亿两千五百多万人 退出了中共组织